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 10月19日 已經是星期四 李居銘 其實也是一個十分之聰明的人 他很懂得取得市場的動態 最近輕崇禎 大家都知道 香港人對於歷史一向都沒有甚麼 認識的 甚至乎 一說歷史稿的打喊路 說是甚麼來的 不想知道 不想理的 不懂的 不懂的 但是崇禎 實際上 是一個家傳戶曉的故事 為甚麼 因為 他就是帝女花裡面的 故事的主人翁 帝女花講述崇禎的女兒 長平公主 嫁給周世賢 唱歌了 中國式歌舞劇 所以 其實崇禎是大家都知道的 最後在梅山上吊自殺 明朝就亡國 我們 一看到 昨天剛剛說完崇禎 現在大陸不可以說 李居銘還要開拍一個粵劇崇禎 實際上 粵劇崇禎是帝女花的 翻外篇 如果你這麼說 就是前傳翻外篇 究竟是前傳翻外篇 還是重新演繹崇禎 還是重新演繹帝女花呢 我想跟大家探討一個問題 李居銘 是不是想做另一個李波呢 現在明顯 以往香港發生銅鑼灣書店事件 因為他出了一本書 銅鑼灣書店專門出禁書的 其中一本 習近平和他的女人們 觸中了習近平的神經 結果派人下來香港綁架李波 然後想綁架 銅鑼灣書店的社長林榮基 林榮基綁不成 結果事情爆出來 引起了軒然大波 之後香港搞的送中條例 即時令人想起 原來就是想在香港合法綁人 引起全香港的抗議 香港 一向都是 那麼多年來 都是顛覆北方政權的基地 從孫中山開始 一直都是 搞對抗 北伐 革命黨 共產黨也利用香港作為 造反的前線 香港也是國際的特務中心 那麼特別的地方 習近平覺得 不可以再讓你香港發揮 反抗我們 北方政權 不可以做一個反共前哨 結果 倒毀了香港 將香港的租界徹底拆除 拆除了香港的租界 連 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也沒有 好 李居明當然他在香港這個特殊的環境之下 可以生存 因為他 是一個 文化界 甚至乎 他跟左派關係也不錯 所以 可以經營到新光戲院 新光戲院上面全部都是 福建老左 北角的老左 典型的中資老左 是一個 傳統的左派地區活動 當然 他當然是 跟那些關係也不錯 好了 今次 這個崇禎 粵劇崇禎 講穿了就是帝女化 問題就是 你是這樣看 人家是不是這樣想你呢 你不要以為我們不是 畫一本羊村出來 畫一本漫畫都可以說你煽動這個政權 你拍這個粵劇崇禎 你現在 是不是在曲線 抵毀我們的皇上 抵毀我們的國家 好像明朝那樣 國破家亡 什麼都可以上光上線 不過 我們昨天說的好像意猶未盡 為什麼我們經常都說崇禎呢 因為我們覺得習近平的性格很像 多疑 不信人 殘暴 而且 他各樣東西 都要親自指揮 親自領導 親自部署 這個是我覺得習近平跟崇禎十分相似的地方 但是 崇禎實際上比習近平 是無辜很多的 如果你強行把習近平比喻為崇禎 其實崇禎真的是死不瞑目 原因是崇禎接受這個國家的時候 其實已經是一個滅亡的先兆 由天啟大爆炸 即是黃工廠大爆炸 那個時代開始 整個明朝就經歷了 大明帝國 經歷了 一個小冰河時期 農作物失修 天災連連 搞到民不廉生 好運 由西方引入了番薯 令到馬鈴薯 引入了馬鈴薯之後 令到糧食容易種了 因為馬鈴薯很粗生 放下去就自己生出來 所以 解決了部分人的溫飽問題 但是溫飽解決了 始終 剛剛衣飽了肚子 其他物質生活甚麼都沒有 又要打仗 又要 趨收軍費 因為當時 遼響是很重要的 主要是要對付遼東的滿洲人 所以 當時全國收遼響 是收很重的稅 搞到人家都搞不定了 我才剛剛填得飽了肚子 你問我收稅 用哪個錢給你 變了 很多人造反 其中一個造反的就是公務員李志成 其實他也是 公務員來的 只是被人 炒了有的公務員 沒得了 就造反了 結果就大頭起兵 現在習近平 跟崇禎實際上是天冤之別 因為他接手2012年 中國擁有世界 第二大經濟體 已經是進佔了上去接近第二位 經濟欣欣向榮 而且也有龐大的愛會儲備 國力正是精精日上之際 習近平 以他的個人努力 將這個國家搞到千瘡百孔 19年之後 徹底將會生金彈的香港 由國際金融中心 變成國際金融中心的 遺骸 是一具屍骸 被習近平徹底捏死了香港 捏死了香港 自然連深圳也死了 大家看到 現在深圳不是靠香港人上去扶貧 深圳就是餓死了 看到很多人都是這樣 不同的地方 有不同的 靠山吃山 靠水吃水 深圳靠香港就是吃香港 如果沒有香港 深圳 那些人真的要餓死 不是開玩笑 我們看看習近平親手捏死香港 會帶來甚麼惡果呢 當然 經濟方面 人們不相信你 由香港 揭起 大陸 跟外國的矛盾 因為原來 我們以為你是正常人 我們以為你變回正常人 原來你還是惹人 你還是 如無飲血的惹人 萬足 怎樣跟你繼續做生意 加上 疫情 三年 中共做的很多行為 是使得 那些人明明知道中共在惹人 是一個殺人不斬的魔頭 但是他也 還有一點幻想 不會的 魔頭也要吃飯 魔頭也要做生意的 是不是 你看看現在的魔頭 穿了西裝 打了領胎 是不是 哎呀 糟糕 一吃人上來 還是用刀叉吃人 是不是 他告訴你 他很有錢 原來那些刀叉傷了鑽石 但是 桌上的仍然是吃人 那麼你會覺得 這些國家 我們不能夠跟他做生意了 太危險了 我們也是走了 我怎麼知道你甚麼時候吃我 甚麼時候我是你桌上的 過餐人肉 是不是 所以 習近平手上 習近平把一副很好的牌打到破壞了 明明 是一個叫做大三元 拆了這牌 逐個 逐個紅中 逐個白板打出去 有沒有這樣的人 他就是 拆了這副牌 他說要做十三腰的 明明是差一隻叫糊了 他就告訴你 我現在要改打十三腰 逐個牌拆出去 習近平跟崇禎最大分別 就是一個整手爛牌沒有得打 一個整手好牌打到破壞了 這個 這個 現在普遍坊間 也是這樣認同 好了 我們會看到 其實他的成長過程 是注定了 現在中國就會有這個悲劇 因為文革 在文革長大了一輩 那個人的價值觀是徹底扭曲的 因為他們會相信一些假的東西 包括相信中國 是抗日的中流底柱 即是中共是抗日的中流底柱 他們會相信 韓戰是抗美援朝 是幫助北韓 實際上 他是協助這個聖金的侵略南韓 遭到聯合國的反擊 實際上 中國當時就是一群土匪 而且 你看到他的經濟政策也是一樣 徹底的土匪 搶奪私有的財產 根本就是一群野蠻人 一群無我不作的山賊 落了山 山賊落了山 穿了西裝 然後 叫你來中國投資 好了 但是 他好像龍門客棧一樣 日後就招呼你 晚上就把客人來吃 當你發現的時候 人人當然是逃跑了 所以 現在中國是一個暴露了 被人知道了他身份的龍門客棧 那裏面的住客是不是應該逃跑了呢 當然是逃跑了 就在那裏等湯嗎 等變羊肉羹 好了 我們說回李居明 李居明 是抽水也蠻厲害的 問題就是這次會不會 抽水就抽著火水呢 我覺得也蠻危險的 因為 習近平是想不到的 到時他看到有人在影射浸 你跟我綁他回來 原來是做粵劇的 不可以綁得嗎 不可以綁得嗎 而且綁這些人不容易 根本 他可以無緣無故失蹤 大家看不到你生在哪裏 早一陣子還看到他有喝茶 香港人很羨慌的 不見了 慢慢就沒有人記得這個人了 所以 為了他的 生命安全著想 我也叫他 最好 不要搞什麼粵劇崇禎 拍回帝女花 雖然大家都是說崇禎 但是 起碼沒有直接刺痛主席神經 現在 當今聖上 那個叫做 弱小心靈 隨時被你打破 這節時間 我們暫時先說到這裏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 六部曲 記得 大家聽 節目的時候 第一時間先按LIKE 都可以 有一點幫助 希望 增加推送 多謝我們誠意邀請經濟許好的朋友 訂閱Patre 拜拜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黑池的酒店 我們為了 香港人 提供一個很便宜的居所 大家剛剛來到英國的時候 其實是很難即時可以找到屋租的 所以我們為大家提供一個廉格的暫住服務 大家可以用一個很低廉的價錢 租住 我們的酒店有單人房 有雙人房 有家庭房 每個月有300磅左右起 提供一個短期的居所 只是收一個月的暫金 大家最少住一個月 所以 價錢 不是很貴 也不需要帶很多錢 才可以來英國 為經濟方面 不是那麼鬆動的朋友 提供了便利 我們也有旅遊包車服務 可以藉由不同的地方 接送到黑池的酒店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話 可以直接向我們的酒店負責人聯絡